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上帝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究竟我们的本相是什么呢 原来上帝按着他自己的形象 创造了男人女人 并且将性格作为最宝贵 最独特的礼物送给了我们 看懂上帝对你我的特殊设计 认识和接纳真实的自我 才能找到上帝为你我量身定做的意向 使命和命定 这里是台湾十架电视台 你所收看的节目是 性格管理学的你 真的很正常 请为我们按赞订阅并且分享出去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第30集 性格差异的冲突真相上帝 接下来这三集我会特别谈到 性格差异所造成的冲突 而冲突的真相就在于性格本身 所以连续三集每一集 我会讲两组的性格组合 产生的冲突的火花 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了 你已经领受了 神造的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的形象至少可以分成四种性格存在我们的当中 领袖性格 表达性格 亲切性格和分析性格 所以领袖遇到领袖 这是一个组合 领袖遇到表达 这是第二个组合 领袖遇到亲切 第三个组合 领袖遇到分析 第四个组合 再来是表达遇到表达 表达遇到亲切 表达遇到分析 再来亲切遇到亲切 亲切遇到分析 再来最后是分析遇到分析 这样子加起来 有始祖的组合 始祖的组合 各有他们的共同点 也各有他们的差异点 就是性格本身的差异 就存在着冲突的本身 不知道你看得懂看不懂 好 我们一步一步来 因此在面对的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需要祷告的是 主啊给我智慧 我知道我的性格本质是什么 我也知道对方的性格本质是什么 主给我智慧知道怎么样去看待他 怎么样去对待他 主求祢给我智慧 一方面我可以坚持做我自己 但是我也可以顾及对方 主啊给我智慧知道 像着什么样的人 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我才能够得着对方 主给我合一的话语 说出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人得着益处 因为我知道他的性格了 主求祢帮助我 让我真是成为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的专家 专业者 各位弟兄姊妹 你能够感觉得到吗 当你越来越懂神所创造的性格 当你越学习性格关系学 你的祷告会改变 不是谁对谁错 在那里分别善恶的祷告 主啊求祢改变他 主啊求祢正宁光照他 让他看见他的罪恶 看见他的错 让他认罪悔改 你看懂的性格 你的祷告会改变 不是在那里控告的祷告了 而是说主啊 我很正常 我不是故意的 他也很正常 他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主啊 求祢给我智慧 求祢给我智慧 如同当年你在这世上的时候 许多法利塞人 许多文士 许多撒族该人 来到祢的面前 质疑祢指南祢的时候 祢的智慧的回应 祢的智慧的表达 主那是我们所欠缺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愿祢我都能够 一起来领受智慧的眼光 来看懂性格 与性格之间的差异 并且寻求神的智慧的话语 来正确沟通 正确表达 以至于我们可以找到性格差异 那个性格差异的落差的平衡点 上帝必然给我们智慧 必然给我们创意 知道怎么样来与人沟通 并且成为和睦同居的家人 和睦同居的好友 和睦同居的教会 所以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器皿 他天生是领袖性格 领袖性格的人正常的反应是 改变别人说服别人的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有口才 而且气势很强 可是保罗弟兄居然领受了 向着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如果他是领袖性格 那我就用领袖性格的概念跟他沟通 如果他是表达性格 我就用表达性格概念跟他沟通 如果他是分析 他是亲切 我就不能用我过去的 我看不见的领袖性格的概念 有话直讲 然后强迫强力说服 强势 然后把对方压下去 那是不懂性格的时候 保罗弟兄他居然可以调整自己 叫做功课起身 教身服我 好叫我向着什么样的人 就得着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懂他 我就以他性格的概念来跟他对话 这样彼此就能够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 所以向着什么样的人 做什么样的人 这是整个性格观学的 冷静沟通一个钻石的法则 很重要一个钻石的法则 你愿不愿来学习 愿不愿来体会 你必须下功夫 每一种性格都有他本身的 存在的 天生的 原始的内在动机 延伸出他的一个感受需求 感受需求有正面感受跟负面感受 正面感受不被满足的时候 会闹情绪的 负面感受被底线被踩到的时候 那些心理地雷会爆炸的 所以什么是冲突的源头你知道吗 就是要从性格来看 首先我们在做性格辨识的时候 我们特别看到了内向跟外向 对不对 也看到了理性跟感性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两个人的性格 一个是内向一个是外向 那他们必定有节奏步调上面的一个冲突 外向的人动作快反应快思想快 做决定也快 他就很不能接受那个 动作慢反应慢做不了决定的人 可是他不知道他是天生的内向 而天生的内向就是自然而然 动作慢反应慢做决定要想很多 所以他们内向的人就很不舒服 有些人讲话要大小声 那么急那么躁干什么 还逼着我现在就要马上做决定 就非常的有压力 所以这双方自然而然内向外向 就有步调上的差异 产生了冲突感 理性外信 理性的人就事论事 讲清楚说明白 依据过去的网历 或者按照法律 按照圣经的真理的原则 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 可是感性的人觉得 这些真理原则很重要 但是也不能够舒服人的感受 跟彼此之间的关系 你赢了全世界 却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 你赢了全世界 却赔上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你有什么益处 你得了全世界 所有的奥运金牌 所有的诺贝尔奖 都在你的身上 问题是你跟家人的关系 是一塌糊涂的 请问有什么益处 所有的成功 是不是都不能弥补 关系的失败 这是感性的人的观点 那理性的人就觉得 你在讲什么 各位这就是冲突的存在 除了这以外 还有性格本身的动机 如果我的动机被你扭曲了 任何人动机被扭曲 都会有受伤的感觉 情绪就会上来 讲话就会带着情绪 就会又直又快 我的动机是亲切性格 我在乎的是 关系与环境的和谐跟稳定 可是你突然说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在故意制造问题 对不对 你是不是在我们中间 然后制造纷争 对不对 我觉得这完全扭曲了我了 我巴不得大家和平共处 我巴不得大家和睦同居 为了此缘故 我已经自己妥协让步了 我已经把自己的感受 压到最低了 你怎么还会这样子看我 这样子说我 动机被扭曲了 就会受不了 这怎么回事 好 这时候也会产生冲突 这是动机被扭曲 再来就是感受的问题 当然我的负面感受被吃鸡了 好 性格来了 性格来了 不要就事论事 就性格论事 亲切性格 我的内在的感受需求是什么呢 我需要安全感 我需要稳定感 我需要关系的信任感 这是我的内在需求 反过来 我的负面感受是什么 是我害怕 我害怕关系出问题 我害怕彼此有冲突 彼此关系尴尬 所以我因为这样的害怕 我就会自动妥协让步 所以当发生了 有冲突 有冲击 或者要我选边站 然后要我赶快做决定 我里面就压力极大 我就会进入到 油闷的一个内在情绪 所以那个情绪 也会在我里面就会忍耐 然后到忍无可忍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会爆炸 这叫勾气跳墙的性格 各位 许多的冲突 都是因为这样产生的 我们特别来看 实际举例子好了 今天你是领袖 我是表达 如果这两个性格的组合 不管他是夫妻 不管他是亲子 不管他是手足 不管他是同事 不管他是上司与部署 或者是教会的牧师与会友 各位都是一样 一方是领袖性格 一方是表达性格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叫做他们都是属于外相 都是步调很快的 动作很快 所以在这个共同点上 他们非常合得来 喜欢找这样的人来做事 或者问这样的人 可不可以来帮忙 因为无形当中就知道 这个人动作快反应快 事情交给他 不会拖拖拉拉的 而且有能力解决问题的 所以领袖性格 遇到表达性格 基本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吸引力的 好 问题是当他们真的共事的时候 当他们真的是成为家人的时候 那就不用戴面具了 对不对 所以领袖性格是不是有话只讲 领袖性格有话只讲 对于表达性格的人 他需要被认同 这是他的内在感受 他需要被认同 他需要有创意 无限的空间 发挥他的创意 他需要有自由 有乐趣 不要限制他 不要给他一些负面的东西 所以当领袖性格有话只讲的时候 表达性格一定产生愤怒的情绪 为什么 因为他很敏感 有没有被认同 所以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冲突的现场 OK 反过来说 领袖性格的人 他就是习惯性 按照他的目标导向 他要成功 所以他要主导着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 因此他们是很在乎他们的尊严 他们的地位 他们的面子 所以表达性 话想到哪就讲到哪 所以表达性常常会觉得 我们都是哥儿们 我没有这么熟 所以他常常会开玩笑 但是有些时候你要看场合 表达性格有些时候 直接有话只讲的开玩笑的时候 对领袖性格来讲 在这么多人当中 你不给我面子 好歹在这个位分上我比你大 或者在性格上 我是领袖性格 我是爱面子的人 你在那里开什么乱七八糟的玩笑 所以他可能就说 你给我闭嘴 领袖性对表达性说 你给我闭嘴 表达性呢 你怎么突然讲这个话 他就吓了一跳 而且对他的样子 又是一个不认同的感觉 所以表达性呢 马上情趣也上来了 呛吓 怎么样 我说的有错吗 两个人就杠起来 立刻就吵起来了 这两个人 脾气一发作 情趣一上来 那吵架是绝对周围的人都会知道 他们在吵架 但是对他们来讲 我们不是吵架 我们只是大声沟通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 还有 领袖性格的上师 他通常呢 如果赏赐他的下属 赏赐他的下属 他通常会怎么样去赏赐呢 交给你这个任务 你做得很好 特别是表达性格 他的业务口才 业务跟口才都是很强的事情 所以他就把事情交给这个表达性格的人去做 真的做得很好 礼秀性格很开心 过来 过来 哎呀你真的做得很好 我非常开心 来 这里还有一件 还有这个任务 我交给你了 交给你 麻烦你 表达性格一听一看 刚刚当然有点开心了 因为被认同嘛 可是一次认同 两次认同 你都把任务丢给我 那其他人干什么 可是对礼秀性格的人来讲 我今天把任务再交给你 把新的任务又交给你 代表什么 我认同你 礼秀性格不太习惯 用话语来称赞跟肯定 对方的 尤其是部署 我发现请你来 或者是你 你是在服事上帝又不是服事我 你做得好 做得对是应该的 我为什么一定要肯定地称赞你 所以对表达性格来讲 常常就会在这个点上被冒犯 表达性格也会误解 这个领袖性格的人 太难受了 什么事情都交给我做 可是他真的是误会了领袖性格 因为他不懂性格的差异 领袖性格用任务在赋予你 那是对你充分的认同 加赏识 那对于领袖性格 他也没有理解到 这个表达性格的同事同仁 同工 他要了不多 他可以坐牛坐马 他甘心乐意 只要你记得 称赞他赏识跟认同他就对了 再来允许他按照他的方式去达到目的 因为领袖性格基本上是不看结果的 所以就可以告诉他 你不用跟我报告细节 也不用跟我分享你怎么做 你只要最后把成果拿来给我看就可以了 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和睦同居了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 如果是分析跟亲切呢 你是分析 我是亲切 我真的是亲切 同样的 这一个都是 这叫做内向的组合 这一组内向的组合 他们共同点是动作都是慢的 都是需要深思熟虑的 都会考虑那个的 考虑人又考虑似的 所以他们都是内向 因此他们习惯安静 他们习惯慢慢的开会 慢慢的讨论 慢慢的商量 慢慢的决议 这个是他们的共同点 何而来的地方 可是他们的差异在哪里呢 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 分析性格天生是理性的 而亲切性格天生是感性的 所以他们第一个差异是 一个是理性 一个是感性 跟领袖还有表达 同样的一个冲突点 一个人就事论事 分析性格就事论事 是真的就事论事 而且分析性格一十一二十二 没有灰色地带 分析性格是这样 说清楚讲明白 不要不清不楚 分析性格是这样的 拿出制度法规法律圣经真理 我们再来讨论 所以他们是要引经据典的 就事论事 可是亲切性格呢 他们是天生的感性 就很在乎大家相关的人 他们的感受 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们会有什么感受 所以这件事情要怎么决定 决定的时候要怎么去沟通 要怎么去传递 要怎么去表达 这都是分析性格很矛盾的地方 怎么沟通 做决定很容易 你们开张动个嘴巴 然后锤子一敲就决议了 决议之后执行的是我亲切性格 请问我要怎么去讲 我不知道我好为难 对分析性格说这有什么为难的 就是决议啊 你就是把决议公告就好了 各位这又是他们的冲突的开始 感觉似乎是无法沟通的一个事情 这是在一般的这个公式上 我们来谈家庭 家庭的组合 有许多的家庭是这样的 父母他们是处于领袖性 他们是处于分析性格的 就是理性的性格 生出来的孩子是亲切性格的 这个几率也很大 可是你知道吗 分析性格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的 是有步骤有节奏的 前一天就已经想好了第二天早上 该做什么第一件事情 几点要起床 起床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第三件事 一件一件的来的 有一个家庭 妈妈是分析领袖性格 因为妈妈是学校的老师 所以他都一定要提早就要到校 那儿子就是跟他在同一个学校里面上学了 所以妈妈都会提醒儿子 亲切型的儿子 因为亲切型动作慢反应慢你知道拖拖拉拉的 动作超慢的 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三个女儿有两个女儿是亲切性格 真的不是故意的 所以这个妈妈呢 她找我帮忙的时候 她告诉我说 我的儿子有严重的焦虑症 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 可不可以帮帮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救我的儿子 全台湾的大小医院的精神科 我们都去看过了 所有的药物都吃过换过了 但是始终不见好 所以她就解释给我听 她认为她是从幼稚园的时候 然后老师很凶 这位孕育老师很凶 然后那一次孩子呢 就回家就哭 然后就拒绝说不要去学校了 所以她就说 可能是因为这样开始的 一路走来这样子 就举了几个可能性 真正的发病是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可是你知道吗 我确定了妈妈的性格是分析加领袖 因为分析加领袖 虽然还是内向 可是她们思路还算快 第二性格是领袖还算快 她们做了一个决定之后 她们动作就会变快 所以她们会产生一样是急躁 所以分析领袖性格 基本上脾气也是很大 很急躁的 然后急到有话直说 而且非常犀利 因为天生是分析性格 我就跟妈妈讲说 请问从小到大 你是不是常常对你的儿子说 儿子啊 你是个男生 你为什么动作这么慢 然后你的儿子 每次要跟你讲事情 讲学校的事情的时候 或者讲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请问妈妈 你是不是常常对你的儿子说 你是个男孩耶 为什么讲话都没有重点 你到底要跟我讲什么 你下次想清楚再跟我说好不好 请问你是不是常常讲这句话 这两句话 各位 这个妈妈真的很痛苦很难过 承认说大命牧师你好厉害 你怎么知道 我常常这样子讲他 我要激励他 我要提醒他 我要教育他 我要帮助他 难道有错吗 难道不对吗 我说不是对错的问题 因为他是天生的慢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慢 他也不想这么慢 尤其是跟你生活在一起 他感受得到你的快 所以他跟你生活在一起就是压力 然后你又有话直说的 来告诉他你太慢 你没重点 久而久之 他在你的面前就开始退缩 这是因为你的儿子 这个性格比较特别 亲切家表达 他们会有小聚长的性格 所以很不小心就落入到焦虑 所以他会产生焦虑症 是正常的 妈妈说那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说如果你愿意学性格管理学 我就有把我可以帮你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学习正确看待 你的性格 爸爸的性格 还有儿子的性格 也不愿意正确对待 正确对待自己 正确对待爸爸 正确对待你的儿子 我抱不上吗 但是只要你愿意 一起来学性格管理学 你们夫妻都要 再来我帮助你的儿子 你一起帮助你的儿子 我也会跟他谈 也会鼓励他 教导他性格管理学 认识自己天生的性格特质 并且一步一步的看见 一步一步的看懂 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合作 只要他愿意跟我们说话 愿意把他的焦虑小剧场讲出来 他即使哭 你都要说你要哭 你必须哭 这个性格哭是正常 哭完就好一半 他讲什么你都要听 你都要说 孩子继续说吧 你的感受必须说出来 你一定要把你所有感受抒发 全部抒发完了 你又好一半 你我跟爸爸 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合作 你的儿子不出一年 必定好转 各位他们真的下了功夫 全家一起在网路上听课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面对 一起来调整 不到一年 妈妈把这个儿子 带到教会来找我 他们是没有信主的家庭 这个儿子整个 已经进入好转的状态了 那时候已经严重到全身的毛发 特别是头上的头发 那个眉毛 睫毛 鼻毛 阴毛 全身的毛发 他都拔 是这么样一个可怜的孩子 所以我第一次跟他联络的时候 他用赖膏一直在哭 各位他已经是高三的男生了 牧师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为什么会一直想哭 我为什么会一直害怕 一直恐惧 我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他的头发都被他拔的 像赖利头 然后去剃掉 就剃光了 上学也不能戴帽子 所以他常常又被同学拿来嘲笑 所以父母的错误对待 再加上同学 父母 还有同学跟老师的错误对待 让他长期就走不出来 就是在这焦虑的状态 感谢神 让他有路可走 再一次的被正确对待之后 重新看见自己性格的形象 也接纳自己的性格 然后妈妈的分析性格 来补他的不足 妈妈不再催促他 妈妈告诉他 没关系 慢没关系 你的慢是正常 你要把你的优点充分发挥 再也不要管你的缺点了 爸妈的一个调整跟改变 不断的也告诉孩子 对不起 我们过去不懂 伤害了你 我们跟你道歉 求你原谅我们 饶恕我们 各位 他们的关系改变了 儿子的健康也渐渐恢复了 只因为他们开始用话语 来塑造孩子的自我形象 跟他们的话语正确了 孩子就感受到被接纳了 事情就不再一样了 这是这两组性格 会产生的一种冲突的感受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母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再一次的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见许多的冲突 这背后都跟性格的差异有关 当我们看不懂这个差异 是自然的 是天然的 我们就落入到是非对错 分别善恶 以至于我们就进入到 恶性循环的咒诅之中 当我们能够看懂了 这冲突背后的性格差异 我们就容易用分生命树的果子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是生命共同体 你有状况 我有责任 你出错 我要承担 父啊 帮助我们营造这正确的关系 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 谢谢你 垂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弟们 各位好朋友 如果您觉得这个节目 真的对你帮助很大 我欢迎你给我们一点回应 也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并且为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出去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愿上帝赐福于你们 拜拜 也订阅 자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